歐盟價值觀與透明度委員會副主席 維拉朱羅瓦與歐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波雷利在6月10號舉行聯合視頻記者會 公開指控俄羅斯及中共 在疫情期間散播虛假信息 和嘗試和嘗試和嘗試 和嘗試的影響影響影響 串利益主席 有些因此 是指控俄羅斯及其他國家的影響 和其他國家的影響 和其他國家的影響 與其他國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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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明確實提及 Russia和China 我們有足夠證明 當天歐盟公布的一份新的戰略文件 也指責北京和莫斯科鎖定歐盟 其周邊地區甚至全球 進行影響力行動和假訊息宣傳活動 同一天 歐盟外交事務發言人恩利克森 在接受《南華早報》採訪時 對中共選擇性報導表達不滿 他說 中共官媒不斷宣傳 中歐不是制度性競爭對手 而是全面戰略夥伴 但是歐盟去年就制定政策說 中共是制度性競爭對手 旅美時事評論員邢天行表示 中共病毒的大流行 以及中共對疫情的掩蓋 口罩外交 戰狼外交 讓歐盟改變對中共的認識 歐盟整體上的對中共的認識 已經與川普政府早前的認識相一致 可以看到在未來 歐盟將與美國以及五眼聯盟 結成更加緊密的聯繫 人算不如天算 中共它想盡辦法 反而使它加速了它自己的 孤立和滅亡的腳步 出於同樣的原因 中共在東歐地區的投資活動 也變得日益敏感和不受歡迎 羅馬尼亞五月末宣布 要求國營核電公司 停止與中國廣核集團簽訂的核電站建設協議 並稱將為該項目尋求新的合作夥伴 羅馬尼亞總理奧班更表示 不可能與中國合作下去 這被視為中共在東歐一帶一路布局的一大挫敗 作為東歐的一帶一路的另一個重要項目 北京曾想投入巨資改造波羅的海國家 立陶宛的深水兩港克萊佩達港 這一計畫同樣在去年除礁 波羅的海國家從去年起首次點名中共 在國家安全報告中把中俄並列為主要威脅 除了疫情影響 中共加緊打壓香港和臺灣 也引發歐洲國家的不贊同 《奧地利標準報》6月9號 刊登政治學者格拉赫的評論警告說 一旦中共有了足夠的實力 一定會拿今天對待香港臺灣的方式來對付全世界 熱愛自由的人們絕不會願意見到這一天 全球蔓延的這個疫情本身 其實已經在證明中共這種強大全球已經在遭殃了 他自己為什麼敢於對全球的這種民主和人權呢 根本就是不屑一顧的 是因為他自身感覺到他已經能夠在利用他的這種全球化的這種經濟 包括他大撒幣等等的這種手段呢 能夠對世界各國進行操控 那麼這種滲透呢 不是說僅僅是說共產黨 他是為了贏得一些經貿上的利益 他事實上他真的希望 他的這樣的一個中共的意識形態能夠影響全球 要把他們的紅旗插遍全球 到現在呢 其實中共相比於半個世紀之前 真的比那個時候在世界上影響大得多得多了 所以現在整個世界的局面非常危險 加拿大華裔作家盛雪表示 在全球聯手應對中共病毒危害的時候 必須要認清這個病毒是來自於中共暴力政權 並且抵制拋棄它 如果忽視了這一點 那麼類似的悲劇還將重演 現在的廣告 動作為星期 に動作為星期